包括我們交通部觀光局 我們劉主長 還有所有觀光局的同仁 以及我們潘總經理 我們今天的承辦單位 還有我們在地 好幾位我們雲林的子弟 這是我們的光榮 包括我們國際超馬英雄 雲林縣演長人林毅潔 還有林國際是雲林縣的台西人 還有胡偉人我們的李明川 真的是非常棒 在現場有很多時尚界的所有的好朋友 在場所有的媒體 大家午安 大家好 謝謝 我非常感謝我們文化處的處長 也是雲林縣的水陵人 所以我從台北招募回去了 我真看到他在時尚界的實力 可以號召這麼多的名我 這麼多的藝人 這麼多的媒體界的 還有包括我們時尚界的這些名人 都能夠齊聚一堂 所以今天看到這個 可以說是非常多的 這個善良的星星在現場 真的非常的感動 那我想今天為什麼雲林縣 要特別到台北來開這個記者櫃 因為大家對雲林縣的印象 都是瞭解 雲林縣是一個農業大縣 是台灣的糧場 是最大蘇果中心 最大畜牧中心 但是從來沒有把雲林縣跟觀光休閒連結在一起 甚至網路上也曾經出現過什麼 雲林縣是最不好玩的城市 所以對雲林縣說實在的有點不公平 所以今天從鄉下地區跑到台北市 來開這個記者會 最重要是希望透過媒體的宣傳 讓雲林縣的知名度能見度都能夠大大的提升 所以各位看到我們這次的設計 我們希望也就是這次雲林旅遊大使 我可以 哇 雲林旅遊大使 我可以 就是號召全國所有熱愛旅遊 可以願意來把雲林縣介紹出去的 這樣的一個青年好朋友 大大都可以來幫我們大力的宣傳大力的介紹 我想我們這一次透過全國縣的 這樣的票選活動 我們希望真正能夠把雲林介紹給大家 我想雲林縣又好山好水好平原 那雲林縣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台灣咖啡一顆小小的磨豆 它其實已經遠過全球全世界 咖啡的飄香 我想我們如果可以到雲林縣的補坑 來喝一杯濃濃的台灣咖啡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棒的享受 那尤其我們也即將辦台灣咖啡節 所以我先在這裡跟大家預告 那各位也知道雲林縣是布袋錫的故鄉 所以講到黃海代老先生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包括現在的霹靂電視 包括黃俊雄整個的電視劇 當時布袋錫是非常非常風光的 那布袋錫呢我們有一個偶戲節也非常多年了 台灣偶戲節也寂靜在年底來展現這個偶戲本身 它的一個精華 所以我想雲林縣其實還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包括我們的山區呢 大家如果以我這個年齡大家可能都記得 草嶺 草嶺石井 峭壁雄峰 萬年峽谷 蓬萊仙島 蓬萊瀑布 還有水岩洞 好像孫悟空的水岩洞 所以大家這樣講起來應該知道雲林縣其實是蠻不錯的 那所以呢除了透過旅遊大使 包括我們的林毅傑都擔當我們的觀光代言人 所以現在他的影片也四處在播放 所以我們希望雲林的雲林STAR可以來展現 幫我們雲林好好的介紹出去 那當然還有攝影還有拍個MV的小短片 都可以把雲林介紹出去 所以我們這樣三項的活動集結在一起 雖然獎金如果說要很豐厚我們不敢講 但是以我們雲林縣可以提供這樣的一個 可以算是還不錯的獎金 希望對各位有一點吸引力 可以好好地來介紹我們雲林縣 透過無論是攝影 然後拍攝我們在山區海區 不同的景象不同的美 如果你去見證一下 到我們的志宏池去看看 整個我想這個海線整個可以看到 夕陽落日的時候它是怎麼樣的美 太陽出來的時候是怎麼樣的美 甚至整個海邊 台灣海峽的整個漂亮的景象 我想可以吸引很多人的目光 所以我在這裡特別感謝 今天這麼多的媒體界的好朋友 能夠雲林來採訪 所有的報名還有整個比賽的細節 我們可能文化處會跟大家一一來報告 甚至在我們的臉書上或是我們在公開的粉絲團媒體裡面 都可以來跟大家來做說明 那我在這裡再一次的感謝 社會各界對我們的關注 那希望雲林縣今年就是2019年幸福元年 那幸福元年呢 號召大家來到雲林縣 不但可以遇見幸福還可以看見幸福 還可以吃到幸福 因為雲林縣有非常非常多在地的美食 在地的美食可以來品嘗一下 台灣小吃在所有排名當中 還算是最棒的一個 好好的這個非常棒的一個小吃 那雲林縣最道地的這些小吃 如果你來了 我可以介紹給大家品嘗一下 無論是蚵仔煎蚵仔麵線 還是這個大腸包小腸 這都非常非常有名 如果來的話 跟我說一聲歡迎大家來 我一定讓大家有冰至如歸的感覺 這樣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